陆药的话就是用陆桂的 就是桂树的陆桂 这个药 陆药 那么这个陆桂啊 在陆药的时候它的功效 主要是有下面这些 一个是五元羊 萤火桂圆 暖体胃 初级冷静 痛血嘛 那么当这个声音过了 太寒了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 咽喉疼痛了 头龙肝疼了 等等牙齦疼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 虚火上烟 虚羊上浮 你说这种是上火 其实不是真的有火了 对对对 我又想说了 我真不是因为那半个 敢贵 我又有这症状 就比如说吃凉的就会特凉 就怕寒嘛 吃一个夏天 我基本上就是想吃凉 但一吃吧就会肚子疼 像冰棍啊 什么西瓜啊 就根本不能碰 但是吃容易上火的东西 一吃就又火了 这一点我可以帮你证明一下 你真的不是想吃那个百年肉贵 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 然后她说 哎呀我就想喝那个冰眼 我说那你想喝就喝吧 喝完不超过五分钟 五分钟 肚子疼 我说那你这样吧 你这脾胃虚寒嘛 我有一好招 你可以喝那个红枣姜茶 然后小玲回家之后 特别的听话 煮了浓浓的一份红枣姜茶 结果第二天跟我说 小鸡我牙肿了 这哪里 真的 我胃疼可能疼半天 就她给我支那方子 我疼了一个星期 牙肿呢 真的 但那个招确实是缓解脾胃虚寒的 但是她吃完之后就会上火 她应该就属于这种叫火不归源了吧 像这个小玲老师这个情况 那我还是建议的 就用这个肉桂来帮你调理 这个肉桂它之所以能够引火归源 因为它的杏味是大兴大温的 而且那个香味 刚才大家也闻到了 很浓郁 它这种比较厚重的一个杏味 按照它的药性 它是往下走 走到我们的这个圣经的 就说肉桂它是入圣经的 它可以来温肾阳 它通过温肾阳以后 把那个寒气 把那个肾阴过寒的状态 把它改变了 它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 它的阴阳两个 它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相互交融的 这么一个健康的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它一个萤火归源的一个道理 所以就是肉桂特别适合于本身 又怕冷四肢冰凉 脾胃也容易寒凉 但是吃点热的东西又上火的人 怎么用呢 下面我也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方子 肉桂黄芹茶 它是由肉桂三克 黄芹六克 适量里那个蜂蜜 煮成的 用沸水来煮开 带茶医 针对这个续阳上头的这个情况 喝了两三次之后 它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 为什么把它俩搭配在一起 这个大家看 这个肉桂和黄芹是两种不同的药 肉桂前面讲到 它是一个大新大温的药 它都是温胜阳 那么这个黄芹 它是一个含药 通过它的一个含性收银 往它往下 链啊 所以两个要合在一起 回到一个阴阳交合的一个平衡状态 所以你看小黎有没有收获 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 把档柜搬走 我就尝尝 闻一闻也行 行 那就给你尝尝 好好满足了 这一小小点点没有满足的力量 来我们拿像这个茶 让两位一个品尝一下 所算给喝一口 来 这个就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肉桂黄芹茶 对于特别怕冷 脾胃虚寒 然后吃点热东西 就上火的人是最适合的 味道怎么样 百年肉桂的味道尝到了没 先说是百年肉桂吧 是 真的是吗 那个百年肉桂 那个末 那渣 那也行 那也有药性啊 药性也很强啊 好喝 好喝吗 我觉得还行 是因为贵所以好喝 对 这是贵的味道 我刚才我就看到 白主任脸上有期待而神秘的微笑 我就知道不好喝 还行 还行 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有点苦 我能问一下主任吗 是不是不同的体质 比如说我特别适合这个 我可能喝这个就特别的舒服觉得 他可能这个不需要 所以他喝起来口感就不一样 是吗 这个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那个黄芹呢 它是有点苦寒的 所以他味道可能会有点苦 所以有些人的话可能不喜欢这个苦味 但是总理讲的 苦口良药 如果在口感层面上真的无福销售的话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变相地来治疗呢 有的 那么针对一部分的人群 可能对这个苦味可能不能接受的话 我们这个肉桂它也可以外用 那我们准备好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到台前来演示一下 看看我们在家怎么样来用这个肉桂作为外用 调理这个身体里面又有寒 同时吃了东西之后又上火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外用的话都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材料呢 我们要准备一些下面这些材料 一个是肉桂粉 一个是一些黄酒 黄酒 为什么要用黄酒和肉桂搭呢 它这个的话呢 它可以达到一个引筋药的作用 它可以开皱里通筋落 引药入筋 药引子 对 药引子 那咱们看一看怎么来做呢 我们先取一点这个肉桂粉 少许 这么一小勺 我们再倒一点点那个黄酒 黄酒不需要百年的 百年黄酒也好贵 好 调一调 就把它调成糊状就行 调成糊状 对 好 这个肉桂粉跟这个黄酒慢慢地调和 像一个比较稠一点的糊状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看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 可以 这样 就是这样的 这种状态就行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那我们都把这个 拿块小放纱 干净的小放纱 就把这个调和好的这个肉桂粉 粉末 这个就放到这个 放下的一个中间这里 好 差不多就是像硬币那么大 硬币这么大 可以了 大概这么大一点 这样的 这样就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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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贴在哪里 好 贴多气象吗 这么一个肉桂粉末 这个是糊状的东西 我们贴在哪里呢 这儿 牙龈肿痛贴在 脚牙反 在这儿呢 对 牙龈肿痛对 你说想贴在这个附近这里是 对啊 这个的话我们贴到一个叫 泳泉穴 泳泉穴 为什么贴这里 泳泉穴 泳泉穴 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竹他因圣经的一个穴位 在那个内经里面讲到 它就是一个人的圣气啊 它能够像个泳泉一样 泳泉一样 从底下往上升来营养全身 乳养全身 所以叫泳泉穴 像暴徒船 对 它是我们圣经里面的首穴 第一个穴位 所以在这个穴位上面 做些治疗 它可以达到一个散热 生气 把那个气生起来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看 这个穴位怎么取 怎么定位 对吧 在竹第二第三指 这个交界的这个竹纹的尖端这里 往下走 跟脚跟连线 到上三分之一 也就是在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 这个穴位这个地方 它是它的一个定位点 那么我们就 大概是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对着这个穴位 把这个药给贴上去 然后再拿胶带固定一下 它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还是挺大的 所以那个血位是能够被 对 完全被覆盖了 对 对 不算特别准的话 也应该能够盖住那个范围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相当于这个意思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来贴 贴多久呢 我们一般来讲 你可以在 睡觉 晚上睡觉前贴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白天活动 要做一些运动 或者是上班工作 不方便的 有脚下踩这么一个像硬的东西在下面 它可能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是在晚上睡觉前 把它敷上去 早晨起床以后 再把它揭开 这个效果也有差不多七八个小时了 贴几天 这个像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起码我们要连续贴它一个月以上 一个月左右 对 这叫另一辆 用一辆汽车没了 对 一个没了 别有百年了 就是普通的在药店买来的肉桂 也都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不一定都要上百年的板桂 我们平常那些桂皮都可以 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它肉桂 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 都可以达到同样的 就是滋养我们的圣羊 甚至是萤火归源的效果